作词 李宗盛 导读的章节是第十二章第十五段 那我们在开始今天的导读之前 我们要再次的来了解 我们今天要导读的这本书 《超级生命立马》 这本书是一本生命之药 能够解开你我天年的迷惑 相信大家都不反对 我们今天齐俊在这个地球道场里面 恐怕都是带着这千年万年的疑惑而来 希望我们今生就此可以解开这千年的疑惑 了结这来世今生的圆满不足 揭开生命秘密 即得重生乐趣 为你我量身塑造太阳般的光彩 领受宇宙丰盛的祝福 道之浩瀚星空 应应期许 那这本书呢 能够清显易懂的 告诉你我光的神秘作用力 亦你我世事如意 作者是太阳圣男导师 也就是因其背后这一位 因为爱而复有的 海报的这一位我们亲爱的导师 非常开心也非常感恩 我们的导师呢 应全球广大学员朋友家人读者的邀约 再次风尘浮浮远 从美国拉斯维加斯 来到全世界各地 乃至于台湾呢 跟大家见面了 自古以来千里寻名师 那导师是这样的慈悲 不舍千里 那我们呢更要好好的回馈宇宙天地的三则 那我们在导足 我们今天导足第十二章 如何巧遇开应及乌的 我们从第十五段开始 那这个部分呢 我们请吴老师 为我们导 新纪元版 新纪元版 162页 请科夫人小妹妹协助一下 一般人开始导读都以为很模糊 结果越看越清楚 我经常发现不幸福的人 多过于幸福的人 那么这些不幸福的人 之所以会落得 这样的下场 我们必须要与自己的了解这些 都是因为负能量 负能量场延续下来的负传品 如果你真的明白我之前提到的前因后果 从今以后 无论是在顺境还是在命境 都能用上无限的智慧 去积极创造正能量场 并且抵消负能量场 给我们带来种种遭遇过不幸 当我们有这种心态 并且付诸实行 一段十日后 正能量的累积将会 苦凝我们曾经的抱怨与哀痛 所以要让自己拥有信物的人生 又必须有足够的本情 也就是拥有越多的正能量场 就会像越多的钱 纯净与能量 保障人生的美分美与 好 谢谢吴老师为我们带来 非常正能量的导读 那这个部分请吴老师为我们 你带来自我借 你带来自我借 你带来自我借责 你带来自我借责 毕竟我住在彰化二年 已经结婚了 怕老婆 怕四十年 很后悟来彰化 但是很谢谢来彰化 碰到我的老虎 不是老婆 好 谢谢 那今天很感谢就是说 讨借我了 本来要去大运 还有一个案子要讲述作 那军修桥小姐 她是用理性的告诉我 然后暴力的解决我 因为还可以 那我不得不乱 但来到这边的时候 我发现 不能陪自己 都太漂亮了 我都不敢认识 那希望 也有机会 最多都来这边 向各位请教休息 谢谢 好 谢谢 那吴老师呢 是我们家人的朋友 就是这个 明秋 明秋小姐的朋友 那明秋小姐 阔别数年 从105年11月的讲座之后 然后后来还有偶然再碰面一两次 然后就这样子音讯了然 然后忽然间在人群中相遇 实在是太感恩 然后感恩春安哥 谢谢 这还有第二个贵人 就是我的对面 我那个快递室 不然他等他过来 他这几天有跟我讲 说咱只来这点 对对对 我怕他不记账 没有关系 其实吴老师是想要给惠生 一个意外的惊喜 所以你看他精心设计这一个桥段 我告诉他 本人就是刚刚好非常实在 因为我们都是学习的 非常 非常脚踏实地的 超级生命密码系团 在人生当中 散放无限的光芒 那当然是非常感恩春安哥哦 那你看呢 他这一次呢 也非常起了一个宏愿 在6月2号要编约100个人以上呢 一起来休息这一套系统 然后呢 你看他有没有越来越帅 有 有 谢谢 对 想了三秒钟 那就是非常确定的答案 绝对不是非常胡周这样子 那我们请春安哥 然后跟我们分享一下 他这个礼拜以来 是如何在人群中发光发热 其实 金海老师 晚安 然后大家 超马学员晚安 晚安 这个礼拜其实真的很开心 每天都很晚睡 可是精神却满满的 那这个礼拜跟以往最不同的地方就是 每天都有做心法 那以前 有时候真的会 一忙就会先不做 真的 那那个是基本上不对的 我跟大家分享 其实 如果你有在开始做心法 只要持续 有些人三天 有些人一个礼拜 或者有些人很久一点 只要真的每天都做 其实劲就开始转了 其实我这个礼拜跟之前 最大不同就是 两点 一个就是 以前的我 还没有重生之前就是 心法有时候没有明天做 真的要唱会 跟老师唱会 跟英琴唱会 然后跟所有那么认真的超马家人都要唱会 然后 还有一点就是 之前好像也有分享过就是 24小时在家里面放感恩式遗迹 其实我就简单只做这两样事情 地址有看 可是说实在 我还不够无法实修 到底说地址要看一集 对不对 我们大家知道 然后还要写信德 那我写信德跟地址位置部分 没有每天都习 那发书有时间就会 因为工作忙 所以工作之余 会坑的就发书 所以其实跟我之前 比较大的不同就是 做心法 还有每天放感恩式遗迹 而且是24小时放 就是你可以在你家附近的地点找个地方 对 那像我们家收入最多的是我们家小狗 因为我们在客厅养小狗 所以他24小时都在听 我在外面跑他在里面听 所以我觉得他最近很稳定 真的 就是又特别的乖 以前我回到家他会大叫 最近好像没有大叫 就是很稳定 他可能在听那个4GG 听到睡着了 其实我觉得真的感恩式遗迹 是最简单的法 简单到你只要 每天起来按两个键 就play跟repeat就好了 就一直放不要动转 然后我今天可以 我可以先分享我今天抽套卡 其实很准耶 有一张是 那我们漂亮的主持人提醒 我都不居宫 谢谢 就是 天地间有一个潜规则 月是不居宫 宫得月是长相左右 反之月是居宫 则离宫得月圆 一切的成就 都要谢天 谢众生 谢所有的姻缘 谢自己 与否并不重要 自己的灵命能否提升才是重点 所以这一张是今天的丰盛卡 另外一张是我最近常常在做的事情 与人分享 通过不断地与人分享 以及实修实证的过程 你未来灵念的出入 将会越来越有把握 太阳盛的导师 感恩导师 感恩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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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安哥很棒很棒的分享 然后我觉得说 刘安哥他在这一段日子来 短短时间 真的提升很多 那究竟提升多少呢 我们请跟各位小妹妹分享一下 你看看他 看 就是今天我对秋安哥的第一印象 就是觉得他蛮好笑的 谢谢 可是我觉得他最近这两次来 我觉得 感觉这里的气氛很欢乐 然后非常谢谢大家 谢谢 好 好 那謝謝富翁的分享 然後再請金美姐分享一下 她覺得春安哥的變化以及進步提升 因為金美姐是一個大公司的負責人 她是月園武術 所以她呢 由她來說呢 一定是非常的中肯 謝謝殷勤老師 各位小馬家人 大家晚安 晚安 其實春安哥我之前 一年多前就認識她了 對 那時候呢 她都有到我們全球那邊的那個 大樓 大樓那邊 對 一起搭那個金美鳳 那其實她那時候也算是很認真 因為她專程從台中那邊過來 對 那後來因為可能我們 台中跟彰化最近有點遠 那她就最近在彰化台中那邊 那最近我看她這兩次戲 今天看她覺得她的笑容又更多了 所以她一定是真的有在實作實修 所以她會一張發那種自信出來 對 所以在這邊 非常地謝謝專程台中作 謝謝 謝謝 感謝大家 好 謝謝 然後那個 欸 今天我們每一個人都有抽三個卡 那 引起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覺得這個卡呢 真的 就像大家一抽到這個卡 我就隐隐約約聽到有一些聲音的金皮 如果說 哇 真的好準喔 哇塞 真的好準喔 哇塞 我起雞皮疙瘩這樣子 那我自己呢 在抽牌卡的時候 我就會 呃 依照出版的順序 然後去做一個解讀跟抽取 那我會從太陽卡 還有豐盛卡 還有富有卡 依序呢 去抽取以及解讀 那我發覺呢 其實它就會形成一個 我們這段日子以來的共振 以及 以及呢 呃 現在以及 乃至於 下一秒的一個 好像是一個指引這樣子 那我們 呃 呃 接下來再邀請秀文 他剛才 起雞皮疙瘩的秀文 來分享一下 對 他的共振 老師 各位中華家人 大家晚安 晚安 我們分享一下我今天抽的牌卡 第一章 那個太陽星牌是 我是心魔 然後第二章是全彈調整 第三章是促使身心如聚合 所以我是心魔 如果我可以去除的話 然後做一個全彈調整 那進步就可以促使身心裡的聚合 我覺得很準是因為 我 我 他說把我自貪太重 修練半天才不如不要修 因為我自不除 就容易在不自覺中 自我膨脹 甚至覺得自己是菩薩 自己是佛 如此一來呢 我就會想要和你打交道 趁虛而入 因此就容易入魔 被心魔所控制 但這一段我很有感覺 是因為說 我從那個 拿死我家私婚之後啊 一回來台灣 然後是我弟弟來接我 那我弟弟因為 在來的過程 在我的過程中 發生一些 差一點點發生小小的事情 所以他就有不能量 那我從 回來之後其實我一直是很開心的 結果 被他的那個冷水一澆 我其實 那時候當下我被嚇到 然後我就覺得 就是很怕我的正能量也被他拉倒了 然後那時候我就覺得說 我是有那個正能量的 那他 因為他沒有接觸過我們這個系統 那他 他就會認為說 我們這支系統 他不知道這支系統 所以他就會有一些誤解 那可是我又覺得 把我自己放得太重了 所以我就覺得 那整個心情就被嚇到這樣子 然後我其實很少回娘家 因為小孩跟年初有關係 然後 我想說好多東西回到家 然後一開始才剛下飛機 沒多久就被澆冷水 所以就整個心情不是很好 對 所以我說 我回來就做了很大的一般調整 一直在想說這個部分到底是哪個地方出問題 那當然 最大的問題還是在說 我自己沒有 沒有 沒有有很多的正能量 那所以說我就是更要如法師兄 所以我每天現在其實 我都有照著老師的話 每天都有請坐 請坐工 就是每天早上我一定早起 然後做心法 然後 每天也會聽地執歸 然後再來就是讓自己一定要寫下心得 對 那唯一現在目前比較沒有有氣是 因為我自己覺得我自己的功力還不到 所以 我一直不敢 沒有有氣分享我的心得這樣子 但是我還是很努力 每天都一定要把自己的心理的話 把它找出來 然後好好的沉澱下來 然後寫下心得這樣子 謝謝各位 謝謝柯文的分享 他直接呼應下一段 我們凡事呢 就要先將邏輯弄清楚 若沒有正能量場 又想吸引好的風水呢 是幾乎不可能的事情 那怎麼增加呢 就是要請家練習 有耐性 有恨心 細心的觀察 努力生活上的所有變化 好 那我們 我們將請美麗的靜宜為我們導賭 他的麥吉 分享的 呼應的這第十六段 我們凡事都要先將邏輯弄清楚 若沒有正能量場 又想吸引好的房子 想有好的風水 是幾乎不可能的事 當你擁有了足夠的正能量場 去吸引一棟開運的好房子 是垂手可得的小事 這是宇宙的定律 既然我們知道正能量場的重要 那麼怎麼做才能讓正能量場大量產生呢 方法就是在我前面 諸多章節提到的 應用宇宙中 無限的愛與感恩 這畢竟是我們人生中 兩個重要的互生符 也是主要讓你進入 逃世循環的能量場秘密 真心誠意地接受這個說法 並且按照我之前教你們 如何增加正能量場的步驟 有時間就多加練習 只要有耐心及渾心 細心地觀察 努力前後生活上的所有的變化 你會感覺正能量場在無形之中 已經對你的生活產生了好的影響 好 謝謝美麗的靜宇 帶來的寶讀 然後請靜宇分享 靜宇說有點緊張 站在這邊就不會緊張 快點 快點 趕外登上 問你也許的寶座 老師 各位家人 大家好 其實 其實我就是要站在這裡 才看得到 所以就是這個毛頭小子 就是最近沒有落實必不歸 所以其實好久 有落實 我一天然後那個音樂一播它 我聽到重不投一轉 他說 我覺得有聽 聽到一段時間 我覺得說要睡覺 我就剛才一直播下去 然後就把它換掉 結果隔天又再 我一次又開機 又是從那一段又從那一開始 我已經連續聽了三天 可是第一開始看 就是 就會說 有那個糖果分糖果 我們今天吃糖果很一樣 就那一段我一直覺得 神有意思 然後就說 如果我這裡有一包糖果的話 然後你們第一個想到會給誰吃 所以很多人都有不一樣的見解跟想法 然後每個人想給他吃的很多不一樣 所以這一點我先連續聽了三天 所以也蠻有感覺的 但是今天抽到這個還有一點就是 最後一章 一、二、三章 第一個是四十入戲 第二個是落實必不歸 第三個是鼻氣部的念頭 這一個部 因為其實我一直要 我一直要看我跟六月二號的一陶針 其實是有點緊張 因為我一直到處跟人家講說 4月29號來聽 來聽那個講座很不錯 然後我一樣 然後用這個方式 人家只是想說 喔4月29號好 我想一下過個時間好像在彰化而已 然後就說好 好我盡量 然後又想說他沒有肯定 然後又很害怕 然後又給他講說六月二號有一個更臟的東西 然後他又想說 在哪裡 在台北好像 就開始 開始在抓頭了 然後我也有點緊張 你知道怎麼 怎麼再去想盡辦法說 欸 我可能 希望 可能會有一台遊覽車的樣子 這樣子 就是 其實 其實我自己也心急不住 這裡自己也有講到 所以我覺得 是有一點點混合這樣子 然後又想說 那是不是用德相比的話 去告訴人家說 你別人要有德 怎樣好 那你應該要更善 然後那樣 其實我今天一直在跟 日曉珍在一個 遇見的人 就是幾件他會想說 欸 其實我在尋找算了 你的永遠都 哈哈 然後我一起去上課 那你們就不願意接受這樣子 然後他們就說 好 你真好 你還給我們看一個 好 不錯 然後我說 我會繼續持續努力 因為六月 跟他還有一個月的期間 我會一個月 在裡面成功 都跟你們灌輸一下 要不要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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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他們 其實 其實我發覺說 我現在跟他們還發覺說 很多人都有一個我 我字很強 他們會說 我這一關如果過的話 一定會很平順 他們都知道 我說 沒錯 這一關如果過的話 一定會很平順 那怎麼不跟著我一起來過呢 他說 這個 騎性就是騎那個慣性很難改 我也知道要改 但是你給我一點時間 你就好好沒有一個月的時間 哈哈哈哈 然後又 就持續努力 我那台車 我 很少 謝謝 謝謝 謝謝你們的分享 很棒喔 所以呢 當這個禮拜 你已經達到一台車的時候 我就可以往第二台車努力這樣 然後呢 其實我們在 在紅塵當中很快你就會發現 這個我字呢 其實幾乎是沒有辦法 成就我們自己 唯有依賴天地的祝福 接通天地的源頭呢 那一片豐富的成就才會 在上岸之間呢 就 垂手可得 而在進一抽到的那一個牌卡是 當我們有了這個布的念頭的時候 然後 事實上就已經呢 在秉出 老天爺即將給我們的好運 那好運呢 誰不想要 那前提呢 是看我們是不是 那一個可以承接天地祝福的大器 好 那我們呢 接下來呢 剛好又鋪印了 靜宜所分享的那一段喔 我們一定要不落人後 所以呢 邀請她隔壁這一位惠分美女呢 繼續為我們導讀 讓我再次強調 老師好 美麗的筆記字 可是人三好 章馬家的人 大家晚上好 好 讓我再次強調 如果你生命中沒有好的正能量長 哪怕當時擁有好的東西 始終會成為過往一年 因為少了正能量的支持 所有的好事都只是懺悔一切 唯有踏踏實實地 累積正能量 你的人生才能真正幸福美滿 當你正能量足夠了 要找一棟開運好房 並且安穩特利的生活在獄中 就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 愛與感恩不再只是一句口號 或一個觀念而已 它必須是 確實地存在於生活中的每分每秒 而且不是無稽的空盤 我們一定要不落人後 學習愛與感恩生命中的生命的一切 並且樂於和他人分享 當我們堵定地 在這個重要的基礎上迅速建設 不但會豐富了自己的人生 也會間接暴打的宇宙 大自然給我們永不退法的愛 我盼望你不會再花冤枉的時間 金錢 金錢 心力 在其他投機的方法上想撈到好房 因為我已經把小運開運 開運極的大法 老老實實 毫不保留力 公司儀式 聰明的您 這會兒應該懂得如何努力喔 哇 好準喔 好像在對你講 好 我們請慧芬來分享 聰明的慧芬來分享 謝謝 這真的很緊張 要分享嗎 很緊張 會緊張才會站在這裡 其實我覺得自從答應說 需要接引朋友兩韓遊覽車到台北去 那從4月29號開始 就是4月29號的分享會 我就比積極的再邀約朋友 那我有看到我們的超馬的群組裡面 有PO愛與感恩的那個音訟 我就全部我所有的客戶 所有的朋友都去投機去他們 不管他們有沒有接受有沒有回應 反正我全部都給他投機去 然後有朋友如果跟我說 謝謝啦 感恩你啊 很棒喔 我就會趕快打電話過去 我就會跟他們講 我們要去做說我們的這個超馬系統 如何能夠幫助我們改變你們的生命地平 然後就是我們在人生當 在這個工程當中 有很多的欠缺 在這邊都可以得到答案 所以因為這樣 我是確實是這樣子的做功課 就是把有比較可能 我就先聯絡以後 我就把名單列下來 然後基本上這樣子做 到時候在前一天或前兩天的時候 再電話去跟他們 跟他們提醒一下說 有這個活動 4月29號的活動 所以很開心 能夠有這個機會 能夠幫天地做一些事情 非常的感恩 因為我們在這個系統裡面 所成就的就是歷人歷己 那剛剛徽生說 哇他這次的起心重念呢 他想要成就兩台遊覽車的 善良有緣的種子 一起來享受這天地之愛 那那個徽生姐就在旁邊笑了一聲 他說老娘 你發心兩台遊覽車 老娘發心十台咧 哇那你看他這樣一發心 就是我們的上上之法 自從去美國回來 我覺得更篤定 它是一條我必走的路 真的自己 回來以後真的是全心投入在 這個抄馬的心頭裡面 每天都是想說去接你 誰接你誰接你誰 可是這幾天下來 我覺得蠻有收穫的 就是我先從好朋友當中去 去送他分享 送書然後DM 然後去幫忙他幫我發DM 我就是一傳十十傳百 這樣子傳下去 不是我自己一個人去發 想說大家一起來 成就我們自己也好 成就培人也好 讓大家都過得很幸福 然後這幾天 我覺得我今天 每天都有去發DM 去跑 今天跑到台中 那個朋友也認識一騎 他說真的欸 你的抄馬系統 我看那個一騎 跟以前都不一樣欸 我說以前我沒有看過他 我不知道 我也不是很熟 就是進來抄馬 這一年當中 我也看到一騎的改變 真的 他現在都笑容滿面 然後越來越漂亮 他說就像那個得香女人花 那個朋友 然後今天 我就幫你香的書 超過100張的DM 他馬上就 掛在那個 就貼在那個玻璃床裡面 他說好我幫你接吟 真的他 他覺得在抄馬系統 他真的 他說我們的感恩世紀劇 是那個什麼 福啊 他說他有去馬來西亞聽過 導師的講課 他很認同 只是時間上面 他就不大的允許 然後在今天的談話當中 剛好有一位大姐 他說這個很好欸 他說他之前有一本 可是他沒有睡覺 他沒有放在等樓下面 他說他也不好睡 然後今天他要帶六本回去 他說這個真的很好 可以幫助到很多人 然後他就也帶DF回去 我就這樣一穿十十分玩 然後下午又一個朋友來 他那是我不認識的 他好像天天那邊接觸過來 他要買超級生命力嗎 他有一本了 他要再多買六本 他說他以前在那個什麼 什麼集會 集門 太集門了 他們一進去 就要死幾萬 我說 他說 你們差了怎麼那麼好 你們進來讀書會 基因會都不用錢 然後參加分享會也不用錢 很多我們老師都沒有在過量的 我們都是自己在我們超馬系統裡面 他有受益 他有感到 他的生活境都變了 然後家庭圓滿 事業順利 所以他說 我們這個系統真的是蠻有人性的 就是可以精淺一懂 他說他一本都看完了 他就像百萬五一樣 沒有什麼不懂的 他有現在正學的做心法 我本來晚上邀請他 不然他都臨時決定沒辦法 所以他禮拜天會來經營會 學習 你看無情當中 我們就是默默的做 就是可以經營到很多很多 善良的種子 所以對於那個分享會 我也很急 導師很急 我們更急 我們真的是 每天都想說 可以讓我們 我們的彰化這一場 辦得都是很圓滿的話 導師開心 搞不好又送我們禮物 就是對上又掉下來一個禮物 又送一個 那我們都是 我們做的話 都是自己得 然後可以 不是說為別人做的 盡自己的心力 真心的基礎 我想天地都會給我們 很好的禮物 謝謝大家 好 謝謝你們的意見 的分享 我覺得他真的是變得太漂亮了 本來就很美 現在是漂亮plus這樣子 然後我去美國的時候 我真的好幾次就看到他 我想說奇怪 但是這是哪裡來的 我都忘了他是我們這一團 我都一直問學員說奇怪 他為什麼一直在我們這個隊伍 完全 有時候上那間黃神認不出來 這樣子 那我們的學員都是在這個系統裡面 受益 然後發心 都是自發的 那自古以來呢 我們在這個地球道場上呢 我們想要利益眾生 不外乎就是布施 那我們有財布施 法布施 武衛施 那大家都知道 財布施就是要求財 那法布施呢 得聰明智慧 那 武衛施呢 得健康長壽 你很少看到說有一個系統 你只做一件事情 你通通都可以得到 那就是什麼 就是分享而已 你只是分享 那還有呢 我們要新學 要造橋鋪路 然後呢 要做很多利益眾生的事情 那你看我們在這邊成就 一場又一場的基因會 我想它的利益 它的效果 它成就無數的家庭 你每個人內心那個 吶喊的靈魂 是不是比上學校更加的 有所異議 那 我們呢 特別呢 你看我們的分享會 4.69號這個分享會 來的話呢 不僅免費每個人送四本書 那6月2號呢 因為大家的發行呢 又再加碼 除了四本暢銷出 再加碼送一本 得香女人花 這是新書耶 那真的是 雖然是有一心接一點點買票的錢 一點點的費用 但是呢 我還看到說網路上有一個韓國亂打秀 亂打 亂打一個多小時 那個票價要好幾千塊 還分區 真的是嚇死了 就看你講亂打這樣 那但是呢 我們在這邊呢 老師的課程呢 那個講座 它是一個滿滿的能量 正如我們台南的家人 智穎 那4月21號 智穎會上台分享的 智穎他是一個71年次的帥哥 然後非常的清秀 那他是一個點傳師 這麼年輕喔 居然是一個點傳師 而且是第二代 那他後來呢 接觸這個信訟 他說 殷琦姐 我真的不驚 我想跟你分享 真的是太不可思議了 怎麼會這樣 他現場能量好強 現場能量好強 而且不管幾百個人 每個人都受益 他說他在現場 善那間呢 打通了任督而賣 打通了基倫 他說因為他的靈命很清澈 所以他都感受得到 因為他不僅是點傳師 他還是男性的單才 要擔任一個單才 你的靈命要很清澈 然後他說 這樣子的修煉 在其他的系統要5到10年 可是呢 5到10年還不見得都能夠得到 可是那麼奇妙 就在那一場的講座 在那一場的課程裡面呢 透過這個天地的愛 居然每一個人都可以受益 他說他真的好感呢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可思議 所以呢 我覺得我們在這個系統裡面 好像是買蔥送肉 怎麼會有這麼好的交易 這麼幸福的祝福以及禮物 好 那我們一起來導讀這個太陽心語 凡事不要複雜化 盡量簡單 漸漸的你就會發現 原來生活可以很簡單 太陽聖的導師 太陽聖的導師 歸我們視線大道智檢的道理 那接下來我們要繼續導讀 激口寶器 保平安 然後呢 我要邀請呢 我們的 張浩圓滿人生經營會的小鮮肉 宇浩為我們導讀第一段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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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廠法家人晚上好 好 當你在街上問後 問任何一個人 會不會呼吸 她一定會覺得你不正常 為什麼 怎麼會問這麼語討的問題 人每分每秒都在呼吸 但是今天在今天全人类中面临的一个问题 就是人们不会正确的呼吸 而且这是一个相当普遍的有隐忧 你可能认为呼吸不就是在每分每秒里 空气进入肺部再堵出来的一个过程 怎么会存在会不会的问题呢 事实上世间的许多病变都是因为患者呼吸的方式 不正确 深度和火红不到位 呼吸的频率不正常等等的原因 造成了科技期待的文明人闹出了 不会呼吸这个笑话 听起来虽然有点讽刺 但我必须在这本书里点通这个事实 帮助更多的人不要因为忽略了这个小繁茧 给自己带来许多不必要的麻烦 当你吸一口保读的好空气 它为你当时的情况以及未来的发展 都有着重大的实质意义 所以让我们在这一章节中好好讨论 探讨一下呼吸的艺术和学校 好 谢谢虞浩 带来的导读 然后请虞浩分享 那我分享一下 呃 刚好 呃 我分享一下我刚好上次都就是有生病的情况 那刚好有对应到刚才所找的某一些环节 我们在呼吸上的一些调节不正确 所以老师傅就可能出一点差错 那其实在当时的话就是 呃 妈妈一直鼓励我就是赶快去做 把新法落实 然后尽可能的话有时间再多做几次 那我认为是说 诶 真的是在透过新法以及天力的帮助之下 还有它能够的能量的加持之下 真的是有渐渐的在改善 其实我这个感冒其实还算是蛮严重的 但是就是没有去 想说透过自己拿第一钢实验 做看看是新法是不是真的有用 那确实在一接过路来讲是蛮有用 因为过年几天就开始慢慢的有好转 对 开始慢慢的要不转 那其实我是想要分享的是说 诶 真的是说 太阳圣的导师 他都会用一些很简单 很细的细节来告诉我们一些 非常重要的一个道理 所以其实太阳圣的导师常在告诉我们说 诶 其实也不需要一种一对一咨询 你想要的问题及方法 其实都在书里面 只要你把这本书读熟了 读透了之后 其实就是可以 应该是会比去跟老师一对一咨询还好效果 因为老师已经把后法以及密码都写在里面了 所以就让大家 各位淘马家人还没有读透书的人 就尽可能的再找机会把书读透一点 好 非常感谢 好 谢谢林浩 再来再分享 然后确实人生的吉凶过骨 是藏在一股一心之间 藏在那无穷的能量里 那这个部分呢 我们系统有一位书丽姐 她是在五六年前就透过朋友的赠誉的介绍 有了融有了这一本书 但是她没有很珍惜也没有很在意 那当时的第一位也没有这么多 那她就把她数字高格 然后放在身边 有空就摸一下看一下 那有一天她就得了一个病 叫做止斑症 那原来好像是很严重 好像那个白雪球是会降低 它会降低 然后身上就好像出现很多淤青斑点 她本来一开始以为是老人斑 然后久而久之她觉得 后来就看医生的医生说 这其实你只要一个撞伤 她就会马上致命 所以她变成每个礼拜都要去抽血检查 有一天她在家里看了这一本书 刚好那个机会呢 她翻开了这个章节 就试着练习的这个心法 就在下一次去检查的时候 医生很惊讶的问她说 你做了什么 你怎么好了 她也很惊讶 一下子也想不起来 她做了什么 后来回家之后呢 再过一周 又不发 所以她才想起 她才去思考 她做了什么 没做什么 后来她发现心法要天天做 之后呢 她下一周再去 又好了 然后这样子如法的再做一阵子之后 是就完全好了 那这样的经验呢 实在是非常非常的不可思议 那有时候呢 她是在我们一切的祝福以及礼物呢 她是在上那间 她画成一个作品呢 是希望我们呢 可以呢 可以呢 踏着这个轨迹呢 在如法实修往前进 那有时候呢 她呈现在一个轨迹里面 她让我们呢 知道呢 时时刻刻呢 秒秒GPS 那这个部分呢 有关于这个健康的痊愈的部分呢 我想邀请佳蓁来为我们做分享 那佳蓁可以来前面喔 看得比较清楚 欣赏一下越来越美丽的佳蓁 那这个也是没在胖喔 八台游览车 谢谢最美丽的主持人妮琪 呃 导师好 各位超马的家人大家 晚上好 好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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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一個絕緣體 但是它又要背後默默地看我在做什麼 然後我想要分享感恩師俱進的一個神奇 上禮拜啊 因為我們都知道像那個突然大哥說24小時播放 然後後來我就是也就是都有24 幾乎24小時 除非說背那個小朋友有沒有 就是突然把他按掉這樣去 然後我覺得這一兩個禮拜覺得家裡的氣氛好像特別的好 對 因為那個就是小孩子的皮膚狀況也好了 不然那件事情就是我們就會就是小跑大跑不斷 因為老公就說趕快去看西醫 對 西醫我就已經從小看到不想看了 對 然後就是然後開始在抓的時候 然後半夜起來就是就是我就會有時候甚至會摔橘子 對 因為就是那個壓力真的太太之前 就是壓力真的太大 因為就是弄不好嘛 對 然後呢就是好像然後老公就說 你就趕快把它弄好啊 你再不弄好 因為我就是不想要吃藥 因為吃藥就是之前過去就是很小時候吃藥就是病沒有治好 然後呢就增加更多的病 然後整年都在感冒這樣子 對 然後我們就一個試一個試 然後我每次就跟他說你這個方法再讓我試一下 如果不好你再看怎麼樣 但是就是每一個每一個風貌不好這樣子 然後直到就是因為就是佳珍是去年就是接觸抛碼 然後呢從去年發一句我婆婆生病 然後後續就是佳珍就是 其實就是 一開始就是跟大家一樣就是覺得說 欸這個書有這麼厲害嗎 就是大家那個聽有時候聽音檔的時候 就是都會說這個是一個就是生命的工具書 然後寶典 那時候一開始接觸的時候其實就會好像就會聽聽音檔啊 然後就是這邊看一下那邊看一下 其實都沒有很很專注 然後一直到欸就是這樣子 有事件發生的時候你不得不去世的時候 欸終於慢慢去世 然後後來我媽媽生中病 然後慢慢是欸好像真的是有這樣子的一個成效 就是很多很神奇就是妙不可言的一個狀況 對 然後到最後想說欸那我兒子的皮膚是什麼 好像還沒有 那我也來努力用這個方式來試一下 欸結果試著試著欸但是呢就是這個 我兒子是從出生去有這個因果病 然後後來確認他是因果病 因為其實像我的體質是比較敏感一點 然後我常常半夜都會看到我兒子就是 他的上面就是有一個透明的形體 對 就是很很長看到很多次 然後想說是有什麼在吸他的機器嗎 對啊但是這個東西其實 就是要自己有親身體驗才會有那個 因為你就是這種東西就是一般人 你沒有去那種感應是不會相互的 然後就是陸陸續這樣子用 然後後來我發現啊欸這個 這個好像是因為老實說 如果說小孩子從小就有問題 而且很難注意 這個就是跟符折有關 對 那就是要符折是這樣 那那個符折到底是 到底是漏多到我們都不知道 然後我是覺得欸我已經很做很多什麼都還沒有 但是後續真的是我覺得就是 我們當我們一直在做的時候 其實就很多的住院就會出現 對 然後一件一件一直讓你往前往前一接一件一直上去 對 就是除非我們很敢發很大很大怨 那可能就是但是我們就是不敢 所以我就是我就是慢慢的這樣子試 欸發現欸怎麼試了一些 欸好像有一點像 欸試了一些 然後就是到上個禮拜就是 應該有人看到我的那個就是心得 就是欸當我們在更敢衝的時候 欸真的是像上個禮拜三的時候 我就跟陸陸說欸很神奇 我今天整天都是暖流 因為當天我就是取得因為我為了一半的款項這樣 對 然後真的是 好像我們真的在做和於天心的事情的時候啊 真的那個整個就是 好像你就感受到天地的能量就有降下來這樣 對 然後也是 也是到最後我兒子的這件事情 我才真正完全就是 就是甚至說欸真的老師所講的美 可是有時候 因為我們的腦袋就是用我們的詩文嘛 但是有時候天地的真理就是 真的跟我們 就是我們的詩文真的是太渺小了 對 然後就透過這樣子實修實練實證 然後真的發現說欸完全都是真的 而且就是 就是我覺得真的欸怎麼會那麼幸運 就是在這樣子的系統 然後我們就是這麼多事情 然後有天地可靠 然後有太陽可靠 然後有導師就是 真的是 就是我們的恩之家 就是一個明天 然後一直就是很慈悲地提醒我們 就是往正確的方向 然後希望我們就是每個人都可以成大器 但是我們是不是那個受體 我們是不是有那個火候 就是那件事情真的是 嗯 導師在公學後的講過以後就是說 我們只有兩條路可以走 一條就是有猛兵器 一條就是背負能量脫著走 你們家真的真的感受到 真的感受到欸那個背負能量脫著走的感覺 真的是 真的是很可怕 啊因為其實過去就是 這幾年就是江山比較沒有在 呃工山之前就是 就是一個 看起來很柔弱 但是就是在職場 就是一個女漢之戰隊 就是在打拚 然後 然後後來就是 就是因為小孩子 因為你家庭的東西 小孩子的病沒有辦法 你根本就沒有辦法去往外衝這樣 對然後就 嗯 對然後好 就真的是 非常的一個感謝就是很幸運就是來到超瑪 就是 就跟大家剛剛有分享 就是這麼簡單 感恩師機器 只要把它按兩下 對就有能量的 然後呢 對我就在天台 那我兒子頭痛嘛 然後他就 我就幫 我就跟他按摩一下 然後我還是會痛 然後我就 我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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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看你要不要聽一下感恩師機器 因為我們就是真的是方法很多 但是呢 有時候我們需要的時候 其實我們如果 不夠熟練的話 真的會忘記這件事 然後就把他來聽一下 然後後來在隔天的時候 我女兒就是做根管制 然後一晚上就很痛 那我就說 欸哥哥頭痛 因為聽這個就你要不要聽 不然他們平常是不愛聽這個的 然後他就說 喔好 他大概是很痛吧 然後 因為他小班才大班而已 對 然後 後來我就拿給他說 好 然後聽了聽說 媽媽大聲音我聽不到 然後我就這樣 就在這 又在他繼續修演 然後我就說 那你才會痛嗎 他說不會了 然後後來我問老師 老師也說 就不會了 然後我覺得 欸這個感恩師機器真的是 真的是萬靈 萬靈 什麼都有用這樣子 對 好 那就是 但是 真的是大家就是要自己去試 因為我們試的都是我們的 我們的那個 對 然後還有就是 剛才音級有跟我講過 一句話我覺得 欸真的也是很受用 他說就是 欸我們在這邊有心 那心法那麼好 我們為什麼 因為我們就是 這樣 一般人會覺得我是老大 因為我們就是好像 常很多事情這樣子 對 然後 然後那間就是跟音級聊的時候 說欸 欸我們有心法那麼好 你幹嘛 幹嘛不用 對 然後像那天 一百一的時候 我就發現說 欸我們好像真的要更活用 就是超馬的方法 因為很多時候 我們都以為說 就是一二三 但是一二三之外 其實他這個一直很多的一個 一個很多的活用的方法 然後像禮拜一晚上 我們就是時間 辦一個狀態的事情 然後我就想說 那一定要先帶小孩先睡覺 但是呢 每次就想要讓他先睡的時候 他們就說睡不著 那時候想說 好吧 那就是開始來活用那個超馬的方法 我就說 欸 那個你請看公共幫忙 等一下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啊你怎麼可以讓小孩子趕快睡覺 然後反而我兒子還在喊說 欸 我睡不著 什麼 就特別我有事的時候 他就跟我說他睡不著 然後後來後面多久 我兒子是一個很 規則很狀態 然後我就拼住 這樣 對 真的很 然後我女兒 他就沒有睡覺 只是那天他就很神奇 他本來就是要抓著媽媽睡覺的 結果那天他就說 就把我趕開 他就說他跟小熊睡覺 對 然後 然後後來就是 我就叫他跟小熊睡覺 然後我就 欸大概10點20 我就趕快出來房間這樣子 對啊 然後我就覺得說 欸真的我們好幸運 在這個系統裡面 然後真的是 嗯 就是真的是 不要脫退 因為我覺得 就是老師一直在講說 有時想無時 末在無時想 就是我們在安逸 然後可以參加 讀書會 經驗會的時候 就是最佳的狀態 最好去 就是學習 然後去精進的時候 對 就是真的要好好珍惜 這個 因為就是 我覺得在她嘛 這個 我們只要去分享 然後其實很多人 把資源都弄好 我們只要 因為家正我在園嶼辦校場 我覺得 然後我就是 我就是 我真的是 我那個要忙一天 因為 事先要發訊息 然後當天要佈置 推後要拖地 因為那個場地就是 那個 場地的主的很固 所以就是 鬆要弄 然後想說 欸真的很幸運 就是有這麼多人發信 然後就是 辦在這個一個 一個讀書會 然後一個很多的資源 我們只要到場就好 只要分享就好 所以大家這邊要好好珍惜這個 滿足的經驗 謝謝 謝謝 謝謝家正的分享喔 他說 欸真的我們在這個 人生暴場上呢 真的只有兩條入圍 一條就是日見腐朽 一條我們可以勇猛精進 偷胎換骨 超凡 脱俗 但是呢 我們呢 在這個 導師常常說 其實我們在這個系統 是不一定要排布施 可是呢 如果呢 我們呢 因為有一些少許的關係 而能夠 也能夠更有效益的成就自己 成就大家呢 那我們呢 我覺得這是可以做一個科學實驗 尤其我們在註印千年之約 跟療育權力的時候 這個款項是全部進入這個 印書的這個帳戶 就是沒有到 沒有到天然的帳戶 所以呢 這個都是 我們呢 都是這樣子的發心呢 來成就 成就著大家的靈命的一個提升 那 像 我自己印象很深刻的 就是有一個社會新聞案件 他是龍千玉的孩子 因為龍千玉的父親呢 我聽說是 叫做虎爺 不知道是拜虎爺 還是他的外號是虎爺 應該兩樣都有 那他成就非常非常多的人 因為鳳飛飛的名字 就是他的父親所命名的 那龍千玉自己本身的名字呢 也是父親命名的 還有他一個弟弟 也是一個很棒的歌手 那在功成名就之際呢 終究是脫離不了 負能量的千禪 因為呢 在社會新聞案件 我們都看得到 英文龍千玉 他是第一個 他也是福音上面呢 是有所不圓滿 然後第二個呢 是在 有一個女兒 在幾年前呢 了結了自己的生命 還在哀痛的時候呢 就有 還有一個兒子 因為到澳洲呢 可能是做一個 自由的一個旅遊 自由之 自由行的旅遊的時候 駕車的那個當下 就跌落了懸崖 然後整個連人呢 帶車這樣脫掉起來的時候 已經是奄奄益行 那這樣子呢 因為在國外的一個花費呢 聽說一個月呢 就已經花費了千萬以上 那這樣子還要賣房啊 賣掉養老金啊 可能都還不夠支付 那現在就必須還要提予分立呢 去為著生計 以及孩子的健康呢 做的擔憂 所以呢 不管我們是達官貴族 或者是販戶走足 誰能夠擺脫得了輪回 負能量 以及呢 這個種種的這個 因果的千禪喔 所以聰明的你我們 我們如何能夠 將這一些棘手的問題 迅速解決掉 剛好呢 就對應了我們接下來 要倒讀的二三段 通常呢 我們呢 在人世間呢 一般我們都是在耗著 過去所累積的核爆 那一般呢 順盡的時候 很難得有智慧去做這個有實想無實 那通常呢 都是要被問題搞得十分麻煩的時候 在密考的時候呢 才能夠去想到這個靈異提升了有智慧的問題 那等到呢 有一天呢 我們遇到這個問題呢 然後呢 對應到一個很棒的系統 然後很快速的 將這個棘手的問題 迅速解決掉的時候 那最有智慧的人 就是那最懂的 描描感恩 以及珍惜的你我 好 那我想呢 接下來邀請 這一位新生呢 為我們導讀 感謝朋友 對 導讀 導讀二三段 大家好 好 好 曾經有一位求教者 非常緊急的和我預約會面 當他走進我的工作室時 他的表情看起來好像 發生了什麼天大的事情一樣 於是他 微微道來 微微道來事情的經過 原來這位朋友在練瑜伽時 遇到了他不希望遇見的情況 在一個早上 他一日往常到達瑜伽教室上課 那一天 教室裡的學生特殊多 幾乎是平常的一倍 大家的練習空間變得非常狹小 加上熱瑜伽教室的溫度被調到非常高 平常人少時 就算室溫片高 他覺得身體還是可以滅目 但是那一個早上 當那麼多人同時 擠在一間教室時 他感到非常的壓抑 接著老師在課堂上 指導了他們一些新的瑜伽動作 當他練到某一個動作時 突然感覺自己無法正常出擊 而且心臟有點不能負荷 全身都感覺不舒服 一開始他以為這個症狀只是暫時的 所以沒有特別在意 可是當他回家後 心臟開始沒有規律 不特定的亂跳 跳得他心慌意亂 感覺自己好像患了嚴重的病變 這位朋友因為心臟不舒服 加上一些心理衣服 到達我的工作室時 已是一副病黏黏 臉上毫無血色的模樣 繼續嗎 聽著他的描述 我看著他微笑一下 然後很誠懇地對他說 沒有大礙的 千萬不要太過擔心 這樣反而會產生心理的壓力 招攬了不必要的負能量 其中他聽到我這麼一說 臉上表情十分困惑 於是他說 我已經被這個問題搞得十分狼狽了 你竟然叫我不要操心 究竟要怎麼做 才能把這個棘手的問題迅速解決 欸 解決決 欸 迅速解決掉呢 我告訴他 你現在心臟不斷地亂跳 使你感到相當難過 如果從西醫的角度 可能會要你去醫院進行 你心電腦的檢查和一連串的化驗 但是就我現在看你身體的問題 之所以覺得沒有大礙 是我察覺到 這是你少了一口氣的問題 因為這口氣的不順 引花了全身的循環問題 現在你的心跳不穩定 只是呼吸問題上的副產品而已 只要把氣息飄碎了 你所認識的大病 就會消失得已嚴重 現在的重點是 現在的重點只是 你會不會真的照著我的話去做 把正確的呼吸方式 不准不扣夜請到家 好 謝謝 那請這位新同學自我介紹 然後以及分享了他的感想 老師 各位學員大家好 大家好 我想這個現在 在座應該沒有半個人認識我 其實我跟大家結緣應該是說 應該是在體育場的時候 反正是我現在做的這個 這個 這個 我們這個 這個 雅惠 他就是 因為我那天剛好去運動 然後在那個體育場就碰到他 然後他給了我一本那個 給我那一本 給了我一本書 那當然我是回去 我自己 我自己有寬了一下 我跟各位報告 其實我本身我是佛教徒 我是佛教徒 我是有受過那個武藉 所以今天我會改的動機 應該我不要講太多 就是在那個生命密碼 這本書的第四頁 有一個四弘利法師 他所講的那個就是 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心得 所以說 剛才我聽了好幾個我們的學員 他講的那個就是說 我一直覺得說 我應該就是屬於那種就是 沒有勇猛精進的那一種 雖然我有那個就是 有進這一個就是修行的 這一個 這個旅途 但是我一直就是 平有在那個老師 法師講的就是說 永遠都是在第一章 所以當然就是說 我覺得 那個 就是說其實師父或是佛 跟我講的道理 其實我都懂 我聽著 我都能夠理會 但是那個就是落入一個觀念 為什麼要落入一個觀念 所謂的落入一個觀念 就是說 你知道 你知道那個觀念 但是真的那個進戒 那個進戒 魔考 或是那個進戒 向前的時候 你就是躺在那裡 你在心中的執著和污名 會抓起來 會抓起來 就是 所以我覺得說 我今天 今天 我也是骨折的勇氣 因為我覺得說 如果這個是對我在修行上 我可以幫忙 我哪我正義無反顧 我自己主動就是 來參加 那我先介紹 我姓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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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俊 俊 俊是動聲的俊 好 感謝大家 謝謝 俊俊大哥 九個太陽 俊 對 非常棒的分享 怪不得一看到 他就覺得氣質悲凡 這樣 謝謝他的分享 那其實我覺得他是非常善良的人 而且性量也大 願意接受這個很簡單的系統 這個系統的重點很簡單 就是大道治點 會不會照著這個步驟去簡單的落實做科學實驗 那上那間就把本來預期會非常難備的問題 迅速的解決掉 那我們有一位村美媽媽 你看喔 各位超麻家人大家晚安 晚安 很感謝給我這個機會來分享 那我的咳嗽真的是 跟我一輩子 到現在 到上個月為止 那就一直咳 每天來上課 或是做訓練 或是去出國 跟人家同訪的時候 或是有嚇到你 那沒有辦法 因為怎麼辦法 就一直咳 彈了很多 跑了跑不掉 那那就一 就 就 就 我也沒有說很認真 就去年退休之後之後才還沒整理三課 一上老師的課 每一次老師來的時候都不缺席 還有 還有公教課 那這樣無形當中就好了 那這幾天 我抽到這三道牌卡 真的很神奇很神奇 神奇到不得 我在網路 我是一個讀很少書的人 我跟你們一樣 不敢寫 寫什麼 就文 就文 不會寫 也寫不出來 那就我的感恩司機 我一直寫 我一直寫 因為我還被老師 PO出來很多文章 都很感動 謝謝 那就是第一 那這位教師老師講說 你們這三十天一定要做報告 做宣傳 你們一定會有很多意想不到的 第一個 我真的可說好了 第二個 我會寫新的 也會看地址 每一天一集都研讀三遍 然後聽音檔 然後到那個人數在做記號 就把它融入出來 那想要實修實做的時候 要認真的時候 就今天湊到這張三端牌卡 第一個 真的很棒 第一個是那個 因為有太陽 是重生的 第一張是重生 第二張 全面啟動實修 不住 全面啟動實修 我看到 文記大師的教師看 你們每一天都有寫新的 每一天都有寫 真的 真的是夜寫一塊的 帶來第三張 愛出愛懷 你這個愛出氣的時候就會回來 那我很感恩 我遇到很多貴人 我最近 我有一起貴人要跟我來上課 來一起來共振 這個愛的天堂 像今天等一下我們那個朋友一個做饅頭的 等一下會有大家跟大家來講 他是手工的跟他派手鼓勵一下 應該是有過啦 應該是有過啦 你自己那麼多人 沒有 等一下 等一下 很感恩 很感恩 因為我看這三張卡 愛出愛懷 因為你的心 你的電鈕多大 太陽光光天氣就會住你 那我遇見的都是貴人 這一群 我這幾天帶著一些人 都是好鄰居 好朋友 也是一些貴人 感恩你們 那我一對抄馬這禮拜都有信心 非常感恩 那更感恩的是這個英雄 他默默地去接受這本書 還不敢讓我知道 我也是默默地跟 到底他在做什麼事情 他在14歲的時候去那個那個那個 基督教 我就晚上9點鐘把他拉回來 沒有 對 所以他看這本書 我也使用 因為這本書可以看 我就跟進去看 真的是一個很好的法 跟宇宙大法 真的很棒 真的那麼慈悲 而且從那個女后回來 我真的是 沉默的 沉默的 很感恩 謝謝各位 好 謝謝雄美媽媽 帶來很棒的分享 那其實我接觸到這個系統 我也改掉以前的習慣 因為以前我們的我比較大學 那好的系統都想到說 那個誰要改 然後學到一個 一句話就說 那個是誰要修 但是我們現在學到這個系統呢 通通反求夫妻 其實我不是怕他知道 根本沒有想要邀請他 可是他就很聰明 他好像看到了什麼 契機跟亮光 我的媽媽 他就自己一直跟著 然後呢 跟著跟著呢 差不多兩個禮拜的時候 他說 真的很多奇蹟 他說我怎麼變那麼漂亮 他說自己變很漂亮 他說很多人還他錢 然後呢 就一些善緣好運呢 就很多 就很多很不可思議 那確實呢 在過去呢 因為我們的家庭呢 是有比較有 也是有宗教背景 因為媽媽已經 這樣的宗教背景了 我的外公在60年前就開了佛堂 那我也是開禮宿 那這個呢 我覺得感恩來時降步 因為這些都是善緣好運 但是我更感恩此刻天地的祝福 然後非常非常的感恩這一切 好 那我們接下來來翻開 原來富有可以很簡單 然後我們呢 就搭配著導讀這兩本書 超級生命密碼 跟原來富有可以很簡單 就解稱超級富有圓滿人生基因會 我們來翻開 二十八頁 二十八頁 二十八頁的上面呢 第一句話 這就是天地的眷顧 加持給你的能量的下一句 我們邀請伊婷來導讀徒兒的部分 莫名呢導讀導師的部分 那伊婷呢 從像極的短流很舒服開始 像極的短流很舒服 所以看不見並不代表沒有 很多事情可大可小 人世間的許多問題都不應該是問題 如果對於正負能量的正知 正確之間沒有弄清楚 沒有做到位 就是問題 隨便一個簡單的狀況 就可以搞死人 你要知道一件事情 人世間所看到的 所遇到的 因應都是表象 重點是你要運用超級生命密碼系統 儘快平衡自身的正負能量 才是真正要去追求的 既然這一套可以徹頭徹尾的解決問題 就要勇猛精進 持續落實 直到看見生命的曙光 證明已經通過雲與驅 然後持續不斷的去做 不但今生問題得以解決 往後也必定平步清雲 請教導師一個問題 當我們感覺正能量不足 又必須去醫院 或陰氣比較重的場所 是不是有哪些防護措施可以治保 很簡單 你就深呼吸 然後觀想太陽的光芒 將自身 自己全身包覆起來 當你的能量場 和當時的能量場之間 不管是面對面還是要交流 也不論是能量來源是正還是邪 當你的正能量場不能搭過它時 就變成它有主導權 主控權 如果是你經常被影響 那就代表當時的正能量場不足 嗯 我覺得翻唱擋恩戲劇劑也真的很有用 我開車時一定播放著 感覺這樣比較不會受到外在的環境所影響 記住一個觀念 情緒的壓力在你自身能量場不足的時候 會特別顯現在生活上 所以我們每一天都要心法練習 內功 外功 一定要做足 最重要的一天是 你要能查覺自己的狀況 究竟如何 正負能量的比率 究竟是多少 你才會知道怎麼去調整 除了藉由忏悔發願來調整 還有其他的辦法嗎 忏悔發願是第一招 也是最重要的一招 因為第一招不弱時 搞不定 然後深吸一口氣 慢慢吸一口氣 吸到最頂 停住 再吸一口 停住 然後慢慢的吐氣 慢慢的吐氣 感覺到隨著吐氣 全身的壓力慢慢的釋放 慢慢的釋放 把氣吐到最頂 把氣吐到最頂 然後吸一口氣 停住 再吸一口氣 再停住 繼續吸七小口氣 停住 然後慢慢的吐氣 慢慢的吐氣 把氣吐到最頂 把氣吐到最頂 慢慢的把氣吐到最頂 然後像剛剛一樣吸一兩大口 接著吸七小口 停住 然後再一口 把糖吐 把所有的氣全部吐出 這樣做自我的練習 吸二長吸短 停住 再一口 糖氣全部吐出 再進行過程當中 感受到天地的愛 隨著你的吸吐之間 滴入到你的身體 滋潤你的身心靈 接著自我練習 一次又一次的感受 隨著這樣的呼吸方式 將原先 內心諸多的情緒壓力 做進一步的調解 隨著三次深呼吸 完成這次的練習 做完有沒有感覺 心情舒服一點 有耶 但是沒辦法吸那麼久 慢慢的進來 雖然說後續還有需要追蹤 但是我覺得很多的巧合 是自己心裡面知道 然後跟大家分享一件事說 我昨天就是 有回家 然後其實我心裡面有件事 我要跟我父親討論 但是我一直不知道怎麼跟他開口 然後他心裡面就 我心裡想說 天地幫忙 所以我回去的時候 我覺得很巧合的事情 就是說 我坐下來 我爸還沒開口 我爸在開始念我 他說 你要有計畫 摸摸摸一點點等等等等 結果他把 他認為 他覺得很好的計畫 就收給我聽 剛好就是我告訴他 完全都沒有一次的差錯 我心裡想說 你要這樣做 這樣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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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心裡想說 我就是要這樣跟妳講 我在跟妳講 那件事情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很神奇的 那幫忙說 我覺得最感恩就是 我跟我媽媽的關係變得 非常好 那就是 這一次的假日 我有陪她去爬山 這是我40年來第一次陪她去爬山 我覺得這個是很棒的一件事情 因為 我媽媽是三個禮拜前 參加讀書會的時候 我在讀書會的照片跟她相認 雖然之前都沒有聯絡 但是 後來聯絡之後 我就是覺得說 這是我應該要做的 然後我就 假日的時候 會帶她去 吃東西 然後帶她去爬山等等 然後 我覺得很棒一件事情 因為 他也是有很 很久的宗教信仰 他也是 家裡也是有佛堂 那就是 但是她對這套碼是很認同 那 因為 我覺得她覺得說 兒子的一個改變 她覺得很開心 那回到家的時候 她就LINE我說 欸 就是今天很開心 然後對白生也沒有很認同 然後就覺得很重要 給她注意 我覺得這個是很棒的一件事情 就是 媽媽也被認同衝 然後 我最大的感覺說 現在進入套碼之後 很多事情 包含說 我的家庭 我的事業 然後我的經濟狀況 還有說 我的人際關係 等等 所有人面向 都變得非常非常的順利 那我所做的就是什麼呢 我就是 每天做心房 然後呢 我多跟人家分享 然後我看地址規 然後我寫資格 然後我寫資格 跟他服輸會 這麼簡單的事情 很多 在以前 認為是 不可能改變的事情 到最後好像那些煩惱都沒有了 就直接天地都幫你解決 而且那個天地安排的那個作風 那個 那個 真是太明顯了 哈哈 所以我說 跟大家分享 如果是今天第一次來參加 那個分享會 那個我們這邊經營會的 真的喔 這本書真的是很棒 因為我去年接觸到這本書的時候 是我人生最抵討 最孤體的時候 那這一年 一年經過的 我是真的可以很大聲的 用我的生命去證明 抄馬所說的明明句話 找出所交的明明的方式 都是有效的 都是不會浪費時間的 都是真的是天地真理 所以真的建議大家 不妨慘害心胸 好好的 就把這本書 看一看一面 然後可能多欣賞 然後都跟大家分享 相信生命的奇蹟 跟曙光很快的就會參 就會發 在我們生命中 散開這樣子的一個光芒 謝謝大家 謝謝莫名的分享 它現在是各方面 都是圓滿如意 那我們在這個系統裡面 就是在享受 分分秒秒的每一個瞬間 那懺悔發願是第一招 那還有第二招 還有第三招 那還有得到豐盛成就的時候 還有紙肉的那一招 那有多麼簡單呢 就是非常簡單 那只要怎麼做呢 就是把握老師有來的時候 我們好好的去享受 那一天的豐盛的心雲饗宴 然後回來的時候 我們定時的齊聚在一起 那這樣子呢 就可以享受精心的 這一天豐盛成就 真的是非常非常棒 那裡面呢 有一些的 懺悔發願的這個部分呢 那我想呢 在佛加瑪裡面有講一句話 他就說 這個毀字是非常非常重要 但是呢 自古以來 真的很少看到說 正負能量可以在剎那間 就得到平衡 但是呢 還有更多的人呢 他會想說 哇 他覺得這個發願是有壓力的 行願呢 是有一點障礙的 但是呢 引起個人的體會是啊 在我過去的學習啊 我個人呢 那麼淺薄的這個學習當中 我都發現啊 運用這個系統 是可以自兩波千金 是做一得一百得一千得一萬 但是我們在過去呢 那麼樣的努力 那麼樣的苦修 那麼樣的付諸時間 精神心力的時候啊 卻發現啊 欸 做一也不見得一 做一百也不見得一 那麼樣的辛苦 還苦苦追尋 好 那所以這個系統 第一個呢 引起的體會是可以自兩波千金 而且呢 我還發現更多的人呢 他其實在他現在覺得說 他不願意 他沒辦法 他不行 他沒有時間 沒有足夠的能量 以及活後的時候呢 但是當遇到因果 來叩門的時候 真的見到棺材會掉淚 然後呢 就是當那個時候呢 當負能量呢 已經不願意買單的時候啊 真的是 叫天天不應 叫地地不靈 那時候 我們要再付出 千百倍的力氣 可能也就是 只有三個字 就是來不及 這樣子 好 那 在這一次呢 我們即將而來的 4月21號台南分享會 以及4月22號高雄分享會呢 發現很多很棒的種子喔 他 享受這個系統 也懂得回饋天地之愛 趕快的喔 就帶著非常很棒的心情喔 去分享這個很棒的資訊 那我們的Cherry啊 他啊就是在一個機會喔 從其他的資訊呢 發現了這個精英會 他就不遠喔 從嘉義 每個禮拜就開這麼久的車來到這裡 那他也很有感受 那我今天才了解喔 原來他是一個音樂老師 然後呢 在學校服務 然後 在4月21號的分享會呢 他好棒喔 他就接引嘉義的朋友喔 要到台南去 那就有兩台半的遊覽 有一百多個耶 那都是教育界啊 各樣各業的一些 一些優秀的人 我們請Cherry出來分享好嗎 分享說 他怎麼樣 怎麼樣啊 怎麼樣啊 這麼喜歡這個系統 然後怎麼樣發生 那怎麼樣 這麼簡單 迅速的 就可以 這麼樣的 接引到 分享到這麼多 很棒的朋友 老師好 還有殷勤 美麗的殷勤組織人 大家好 還有 蒼奇生命運 我這麼緊張 有點傷眼 因為我邀請那麼多人 你真的 電話接到 接到爆 我真的沙啞了 草馬家人 大家晚上好 好 因為 當時那時候 那一天 是我跟我先生去新年 就是參加讀書會 然後他們就分享 就是分享 分享 4月21號分享會的事情 那 他們就說 請大家接引一些 新學員啊 過來聽一聽分享會 那當下 我的心情 我想說 一步遊覽車隊 我應該 沒有問題 事後的時候 他們那邊的那個 就是揮箏 他說 還有承搭 他又說 你可以邀請一台 他說 應該可以 沒問題 我就這樣子答應他 那 禮拜二我們走了 以後 在車上就開始 打電話 邀約我的朋友 那我邀約的朋友 其實也 他們都是我的貴人 其實我也沒有很厲害 我厲害是因為我懂得 怎麼樣運用 他們的力量 去幫我邀約更多 揭引更多的 學友 他們會幫我付序 那我就打電話 他給父母 跟他講 後半天 我有一個活動很棒 我就稍微跟他 解釋了一下 然後他說 他們那一天 剛好有那個 課程 他不能參加 我說 不然這樣做好不好 我要不要請一台遊覽車 所以 15個我 20個 然後他就真的幫我要了 那我都 我自己都還沒有做動作 隔天 我到中午 禮拜三的中午 一台遊覽車 就額慢了 謝謝大家 那額慢後 我就趕快 打電話跟那個 陳在他們一家 然後他們說 那 有些人是他說 還可以再提供一部 那請你來做一部覽覽車 我說 我又想說糟糕 那我要理一些 給家庭的開工 那我試協的老師 還有陶資誠 那後來 那一天早上 禮拜四的早上 就接到會通電話 他就 不夠一次跟我報對十個參加 但是我這個人做事情 就非常的積極 因為那一天我是開層間會議 那我在學校 我就請他打 我先生的手機 那我先生 留下他的電話以後 我想說 不行 等一下 被搞污了 我真的能不住了 我那一天晚上 我就被確認 結果那個人 他就態度 有點 有點那個 我想說 他可能因緣不夠具足 因為他跟我講一些說 他什麼時候去美國搭機的事 然後他可能要 在兩天後才有辦法把這二十個學員給我 因為我打電話去的時候是這樣回跟他講 我說 大姐好不好意思 很高興 你跟我們抱二十個 那因為為了安全期間 我們帶你們出發到台南日園 那我們有自動幫你們做這個保險 那你那些資料可以先給我 那一切三電腦 他說 你有那麼緊嗎 那你那麼緊 那既然這樣子 我就不要 我說 沒有沒有 我是二十會幫你保留 因為我們目前 有很多後裔的還在等待 然後我就說 算了 然後到了週五 我想說 這可能是給我的一份功課 讓我來修 那我就跟另外那個 後裔社區的大姐 她是唐青年的那個負責人 我就跟他講說 你有一個朋友 我說 我覺得說 這一個朋友就 哼 我就一直要把他抓出來 我就說 怎麼那麼沒品 怎麼跟我包一包 然後又跟我這樣子甩 我想說 這個應該是你朋友才對 我就給他電話 然後給他的信 然後他就去把我抓出來 然後我告訴那個大姐 說這很棒 怎樣怎樣 然後我就說 不行 他現在要參加 我要跟他說 300塊的寶金 他那一天下午 如果有參加完 成 那我就把這300塊 退給他 因為不能浪費那個 發心人 有心的人士 還有我的體力透支 我真的很累 因為我的聲音 撒咬到現在 因為他們很多人就會質疑 是不是宗教 我說要跟他解釋 然後他們說 你們參加這個 有沒有什麼祖子啊 我說有 祖子就是願意全喜的人 願意成長的人 那就是這樣子 然後認同這個書的 他接受這個書以後收益啊 然後也願意再幫我們接引更多朋友 一起 讓世界變得更美麗 讓社會變得更強 我想說老師都能這樣子做 我應該沒問題 那第二步就沉醒了 結果我吸引他們 那邊就說 他們能輸不足 他說文娟 我可不可以再麻煩你 我就頭痛了 在頭痛 我想說 啊對齁 我有那個婦女學院的那個理事長 還有那個館長 我還沒有邀約他們 我就把這些東西 吐去給他們了 然後他們說 你要幾個 我說目前 我手上還全二十幾個 然後他就說 沒問題 結果 欸他們都還沒有邀約之後 突然有一通電話打來了 就是吸頭了我的那個登山 朋友的一個大姐 因為我沒有在跟他們登山 可是這位大姐她就跟我 也介紹了一位李大哥 她是由於退休的 然後跟我標約書醫師 還有那個教授 然後這一批的那個朋友 都非常的優子 那就幫我接引過來 我就趕快把他們那些那個資料打一打 就這樣子就半步有點很有成型了 很感謝我生命中的貴人 還有感謝美麗的殷勤 因為是因為一通電話的她 把我接引到這裡來做輸出會 而且謝謝老師 給我們這麼好的那個密碼 愛與感恩讓你學習 謝謝大家 謝謝林先生 謝謝Curie的分享 然後謝謝她的勇勇精進 事實上她當時這通電話過來的時候 她是有遇到一些瓶頸以及限制 那因為我們也是講話都是很快速這樣子 然後直接就把這個問題做一個直接的對應 我覺得她很棒 一般人遇到這個瓶頸的時候 比較喜歡取暖 比較喜歡自怨自愛 比較喜歡自己做困醜疹 可是她當下她是決定她要突破 她要成長 所以呢她就從過年前有沒有 一次一週又一週的來到這裡 來到彰化不遠千里 那上那間呢就解決了她這樣子的一個問題 所以呢今生呢豐盛的成就誰不想要呢 但是呢一般人選擇勇勇精進的方式呢 他可能是坐在家裡念經好幾個小時 那我不知道是會解決什麼樣的問題 以及呢或者是我們就靜坐好幾個小時 那也是有可能是這樣子的一個做法 但是呢在超級生命密碼系統呢 我們更積極的做法呢是走出去 去跟更多的人呢去做一個分享 這個伴奏很好聽 好謝謝 那我們在這個系統裡面呢 除了我們呢勇猛精進的去跟更多的人分享呢 我們更要自助人助天助 因為呢我們想要天助 我們想要天助呢 事實上我們是人嘛 我們是要很實際的 腳踏實際的呢 需要更多的貴人相助 那在有貴人相助的前提呢 我們要自助 我們自己一定要很科學的 很實際的 這個體會到我們是當人 我們是人的這個身份 來自助腳踏實際 那陳辱呢 我很喜歡我個人很喜歡第三章 世間變數捉弄人 第五十六頁 我們以這個段落做一個尾聲 我們今生想要豐富的成就的 這是一個事實也是一個實際 那這個實體 在五十六頁的第一段 這個實體呢 它可以幫助我們在日常生活中 完成各種需求 那什麼是實體呢 往前一句 那是從數據當中 轉化出我們眼前看到的實體 那數據從哪裡來呢 這個數據呢 就是我們進行下一件事情的依據 那這個依據呢 它依據呢 它可能透過做法 透過精密的科技 透過所有的數字 到後來呢 變成這樣子的一個數據 那這個依據以及數據呢 從哪裡來呢 是從每天生活當中呢 每一種息息相關很多的事情 它可以成為一長串的數據 導入公式之後 得到一個推算的結果 所以呢 我們呢 我們的導師呢 以及天地的真理呢 他告訴我們呢 暢委發願呢 必須要數字化 時間化 數量化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科學 只要簡單的落實學修呢 那一片的豐富成就呢 那樣子的喜樂豐盛 富有呢 時時刻刻呢 伴你我而習 那因為時間的關係呢 真的沒有辦法邀請每一位分享 那每一位的分享呢 也都非常非常的精彩 那每一位呢 我們今天也來很多的新朋友 也沒有辦法一一請各位自我介紹 但是導師說呢 在我們這個精英會的現場呢 有很多聚會金光碟 有很多的護法 那我們大家彼此欣賞一下 是不是我們經過兩個小時的訓息呢 我們的氣色啊能量啊 就有所正義呢 那我們呢 是不是將這一份喜悅呢 待會呢 我們呢 離開這個教室呢 我們就來分享給三個好朋友 一位呢 是我們最愛的人 一位是我們最感恩的人 那一位呢 是或許呢 你可以直覺到他的靈魂 正在吶喊著 他想要得到祝福 以及禮物的那一位朋友 那我們今天的機會到這邊 然後祝福大家有一個最美好的夜晚 我們下一週再見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